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关于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里边呢 它在历年当中啊 一般大部分情况下是一道单选题 偶尔的话呢 分值有比较高的时候 比如说16年啊 这一节出现了五分 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现在去年的话呢 也达到了三分啊 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 一般来说 我们做好一个单选题的准备 做好一个多选题的准备 在这一节里 它的知识点啊 它的知识点在分布上 非常的考点非常的集中 向前面作为组织文化的概念 影响因素和作用 可考性非常非常的低 虽然大家说现在不是考题 非常的密集吗 不一定会出来哪里吗 但是像在这三个地方出现考题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啊 原因在于它其实不好考 那么另外呢 在于组织文化的内容上啊 考的也是在过去反正十几年 它没有考过 那有些地方是一定要会的 就是关于组织文化的结构 类型啊 组织文化类型 以及组织文化 在对组织设计 对组织文化产生的这种影响 他们相互之间的这里边的关系 这三个知识点是一定要会的 就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它的这些分值 这些考题 都是出来这三个知识点上的 啊 所以要注意 好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关于组织文化的概念 啊 这个内容 咱们就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谓的组织文化是指呢 控制组织内行为 工作态度价值观 以及呢 关系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简单来说 组织文化就是组织成员的 共同的价值观体系 使组织呢 能够独具特色 区别于其他的组织 所以每一个组织 它的组织文化都不一样 对吧 比如说华为 随着它不断的 不断的这样的发展 然后呢 最后变成的是一个 非常狼性的文化 对吧 这跟他所处的行业 最高领导者 他的一个 呃 做事的风格 他的一个特点 其实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说 一个企业 它的组织文化 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是什么呢 它有很多影响因素 会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 它最高管理层 这个管理者 它的性格和做事的风格 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是 当这个文化 会对每一个员工 在精神层面 所产生的这种影响 进而对他的 行为 产生一下 表现出的 共同的一致性的部分 这是组织文化 那么它的一个影响因素 咱们大致去了解一下 组织文化的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最高管理层的 行为方式和管理风格 那以及工作群体的特征 管理者呢 和基层主管的 这种领导模式 组织的特征和管理过程 以及外部环境 也都是影响组织文化的 重要的因素 这个你过一下 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组织文化的作用 有六个方面的作用 导向 规范 凝聚 激励 创新 和辐射的作用 这是它的六个作用 这六个作用的话呢 你说怎么考呢 对吧 考你这个多选 对吧 在这边考你个多选题 然后给你再编一个干扰项 然后让你能够把它挑出来 基本上是这样放 或者是一个单选 对吧 编一个干扰项 然后呢 放里面其中的三个 然后让你把它挑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形式 很少会有别的方法了 但过去没考过 那么组织文化 所谓的导向作用 它要指导员工的行为 对不对 它要去引导 对吧 引导员工的行为 然后就有规范 一个企业 比如我们形成的组织文化 就是做人就要真诚 对吧 要正直 所以你到了这个企业当中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如果你做出尤尾 这方面的 精神成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 你会受到道德上的这种浅着 甚至这样的一个道德上的压力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无形的一种文化 一种规范 那凝聚的作用 它其实一个企业 为什么都愿意去构建一个组织文化 大家思想一致了 行动统一了 其实可以具有更好的 就写的凝聚力 对吧 那么这样呢 有到激励的作用 以及可以帮助组织 进行很好的去创新 和相当的起到的辐射作用 这个咱们去了解 好了 那么到了咱们在这一节当中的 重点的内容啊 就是关于组织文化的结构 内容作为一般了解 内容呢包含的也是比较多啊 这几个方面 在这个内容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两极的 比如说创新和冒险 当你想去分析一个企业的组织文化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几个层面啊 一共是七个层面来进行了解 在这七个层面下 比如说你先从这个企业 到底是创新冒险的这个维度下 是什么样的 对吧 在创新冒险这个维度呢 那它在最上面可能分值是非常的低的 在最下面呢 就这个企业非常的注重冒险创新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勇敢 愿意去冒险创新 而呢 分值很低的话 就是这整个的企业 它的人都非常的保守 都非常的保守 所以你在这个维度下去了解一个企业 或者还可以通过注重细节 你看这个企业 大家都是不是特别的抠细节 对吧 还是说 其实只是注重大的方向 还有呢 就是结果导向 到底是以结果 一切的结果说话 还是去关注行为 那人际导向 对吧 到底是不是很关注 这个成员的感受 就当你组织决策者 想要去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到底考不考虑员工的感受 他的反应 他的想法 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上 还有作为团队的导向 就是组织活动的时候 你到底是以团队整体 比如说你在做激励的时候 对吧 你是以团体奖励的方式 还是以个人奖励的方式 你的团队性 那进取心 稳定性 这个不多的去解释 总之呢 如果你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 你可以自己回去 拿着这七个维度 逐一的去对照一下 你们自己的企业 那你来去分析一下 你就整体上就能够感受到 你们企业大概的组织文化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下 是一个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一般就包括这七个方面 那重点我们要去学习的是 组织文化的结构 在企业当中去构建组织文化 我们一般通过这三个层次来看 就好像我们做的这个像一个洋葱模型一样的 对吧 它在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呢 这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它是组织文化的内核 是核心 是灵魂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越往外的部分呢 其实是我们越容易看到的 也是越呈现出表象的部分 那么最外核的这个部分 我们管它叫物质成 物质成的话呢 这个组织的话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表成 它包括有写名称 产品外观 包装 建筑风格 纪念物等这些外显性的标识 那这些呢 往往能折射出组织的经营思想 工作的作风 审美啊 这个意识等等这些方面 所以在这些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你上一个企业去参观 你从来就没有了解这个企业 你只是呢 这个第一次去到来 去参观它 通过看它这个企业的装修的风格 对吧 去看它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这个logo 以及产品设计的风格 你是不是就会有一个相对来说 直观的感受 对吧 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 对吧 它到底是这个注重比较创新的 还是比较保守的呀 对吧 到底是倾向于现代式的 还是传统式的 就是你会有一些这种感受 而这些感受就是由物质城所带来的 能够看得见的 但是其实你看到的这些 还都是非常表层的 还是非常表层的 所以很多企业在说 我想去构建组织文化的时候 他最先想到的其实就是做这些 来体现出自己的组织文化 但其实这些做的都是表面上的 没有太大的作用 是给别人看的 那么真正可能会对员工开始产生到一些作用的话呢 是到了制度层 如果你写在组织文化的建设上 能够触达到制度层 通过制度的建设 也是围绕着组织文化的形成和规范来进行的 就说明其实你进入到了相对中间的成绩 一个里程的成绩了 那么在这个里边 他又称之为组织文化的中间成 或者是里程 它是指呢 一个企业的它的行动的准则 以及呢规章的制度 通过这些制度成 来对员工的行为做出相的这种规范 通过对他的行为做出规范 能够让他跟组织更好的去保持一致 对吧 来影响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慢慢的 所以他在这里边其实影响的还是他的行为 还没有最终触达他的这个灵魂啊 他的精神层面 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你要想真正的去形成组织文化 是他最终内核的部分 内核我们把它称之为精神层 在精神层的层面 我们把它称之为组织文化的深层 是指呢 组织的领导和员工 共同遵守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信念 价值标准 以及职业道德和精神锋芒 那么它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也就是说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做组织文化方面 蔡宠信给他构建的那套体系 对吧 通过结合到绩效考核六脉神剑 那么这样的一套搭建下来 通过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执行 最终深入人心 就形成了很好的这种组织文化 那么大家你进入到阿里 做一个阿里人 你有一天从那里出去了 其实他的这种精神层面的 对你的行为的影响 都会深深的打上这种烙印 然后你到任何的企业当中 你都会通过这些 去影响到一个新的团队 你甚至会影响到他们 所以在做电销领域里边 阿里出来的人是非常厉害 他甚至他出来的人 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电销的 这样的一个成绩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企业 他在组织文化上 真正达到精神层 让员工从精神层面 接受和认可了 并且从精神层面 去影响到了他的行为 这是做到位了 真正的组织化的形成 所以这是核心和灵魂 一共是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 所对应的关键词 记下来就可以了 这部分出题 单选题 多选题 都能出 但基本上只要出题 就是送分题 就是送分题 他没有特别偏 特别绕 特别难的题 没有 出不来 也出不来很难的题 就是这些原文 你能够把它对应上 注意别马虎大意 这个地方就不会丢分的 那我来看一下这三种 它的层级之间的这种关系 组织文化的物质层 制度层和精神层 它们三者是紧密的 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物质层呢 是组织文化的外在表现 那是制度层和精神层的 物质基础 所以说 它其中的一个 都是另外两个的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谁是另外两个的什么什么 一共不是三个吗 所以物质层 它就是另外两个的 物质基础 就这个关系 你只要记住就行了 那么制度层呢 既然是制度层呢 它一定是跟另外两个 发生关系的 也就物质层和精神层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制约 所以当你看到是制约 那一定是制度层 制约着另外两个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制度层 制约和规范着物质层 和精神层的这种建设 没有呢 这个严格的规章制度 组织文化的建设 你也无重谈起 第三就是关于精神层 精神层形层是物质层和制度层的 思想基础 对吧 所以精神层是另外两个的思想基础 它也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在这里面也很好记 其中一个是另外两个的什么什么 那对应的物质层就是物质基础 对吧 制约层就是制约着什么什么 而精神层就是它的思想基础 这样去记它的观念词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组织文化的结构的说法 正确的是 物质层呢 是组织文化的外在表现 所以它是最外圈的那个啊 没问题 物质层制约和规范了制度层和精神层的建设 所以你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它的规律之后 你再去看这个点是不是就很容易 既然起到制约作用了 谁能起到制约作用 只有制度层能起到制约的作用 所以它就错了 对吧 那么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组织文化就无从谈起 对吧 你想做任何的事情 其实你都要有一定的制度的保障 才能约束大家共同朝这个方向去形成 那精神层是形成物质层和制度层的思想基础 没问题 那组织文化中 有没有精神层是衡量一个组织 是否形成了组织文化的主要标准 因为精神层才是它的核心和灵魂呀 如果你且做的只做到了物质层和制度层这个层面 但是大家在精神上其实并没有去认可它 那等于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形成组织文化 所以这里边除了B选项之外 A B C都是正确的 这个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把这个题基本上掌握了 这个支点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关于组织文化的说法正确的是 组织文化的分为物质层 制度层和精神层 三个层次 没问题 那制度层制约和规范着物质层和精神层的这种建设 所以谁制约着呀 制度层制约着另外两个 没问题 有无制度层呢 是衡量一个组织 是否形成了自身组织文化的主要标志 它能去衡量吗 不能 精神层才是代表 作为物质层是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物质基础 所以物质层是物质基础 这样没问题 精神层是形成物质层和制度层的思想基础 没问题 除了西省下ABD都是正确的 这是20年刚刚在这里面考过的 关于组织文化的制度层的说法 咱们来看正确的 它是组织文化的外层 最外面是谁 物质层嘛 对吧 它是里层啊 或者叫中间层都可以 而精神层是深层 就这个地方注意啊 里层和深层是不一样的 制度层是里边 而精神层是深层 那它制约和规范着物质层和精神层的建设 这没问题 那它能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吗 精神层才是 它是组织文化的中间层没问题 那作为集中体现在组织当中的各种行为的准 准则以及呢 规章制度没问题 所以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那我们要选的是B B E选项 好了 那我们来看组织文化的类型 这也是一个三个星的知识点 萨丹菲尔德呢 它通过这个研究啊 把各个企业不同的类型整体上分成了四大类 也成为组织文化的四大类型 这四大类型呢 包括有学院 俱乐部 还有呢 就是棒球队和这个堡垒型 这四种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作为学院型和俱乐部呢 它俩其实啊 是相对的 对照性的去看比较好 学院型 它的一个特点是 想全面的掌握每一种新工作的人而准备的地方 那么所对应的呢 这种组织喜欢的年轻大学毕业生 并为他们提供大量的专门的培训 在职能领域从事着专专业化的工作 对吧 所以在职能化的部门当中啊 它越是职能化的分工 越强调什么呀 专 因为在你的职能领域里边做专注的啊 进行成长 所以这是学院型 所以它 作为学院型 你想一想 既然它的名字翻译成学院型 就是这样的组织 特别喜欢去培养人 对吧 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培养这种啊 这个没有工作经验的 把它朝着一个专业领域里边去持续培养 来帮助自己去做某一个领域里边 细分里面工作的 这是一个 那作为俱乐部型 俱乐部型呢 它非常重视适应忠诚和承诺 那资历是关键的因素 年龄经验都至关重要 所以在这里边 你就想象 在政府和军队这种特点下 他们都是属于俱乐部型这样特点的 所以在这里边 他把管理员培养的什么 通才 这是他跟学院型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学院型要培养的是什么呢 培养的是专才 而俱乐部型培养的是通才 所以他们俩所对应的企业的类型 也竟然不同 咱们一会会专门去说到 他们分别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企业类型 那么在这种企业里边 他竟然培养的是通才 你能够去在各方面进行横向的调动 都非常的容易的话 所以他更多的 像政府和军队 他在的是什么 你的忠诚 对吧 你的整体的经验 你的资历 这是他看中的地方 而作为另外一种企业类型的棒球队型 你听这个名字 翻译的就好像 非常的 这个勇猛 对吧 非常的 这个进行创新 创新对应的是什么呢 一般创新对应的就是冒险 勇敢冒险 所以他鼓励冒险和革新 那薪酬制度呢 以员工绩效水平为标准 对工作 出色的员工给予巨额的奖励和较大的自由度 员工一般拼命工作 就是你想在这种组织当中 比如说保洁公司 保洁公司呢 他其实体系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对吧 企业呢 在整个的 这个不管产品品系 还是在市场地位上 都已经非常的成熟 所以他其实想要的人都是在某一个岗位当上当中的这种螺丝钉 对吧 所以你说保洁公司这种特点 他的企业的这种文化的类型会倾向于什么呀 学院型嘛 你不管来的这些白纸 反正我都给你最后培养成符合我这个企业需要的 对吧 这种类型的 那么像这个棒球队型呢 他就不一样 他这种特点往往针对的是像 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对吧 律师事务所投行软件开发公司 这种类型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每一个单个的员工 如果这个人他非常出色的话 那么他对这个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会非常大 你想为什么律师事务所以及会计事务所他有合伙人制 对吧 这一个合伙人如果非常非常的牛的话 他可以带动这个整个的这个律所啊 就会变得非常的厉害 如果这个人走了 那可能这个律所一下子就不行了 所以单个的个人 在这种行业里面 他所起到的作用非常的巨大 那么就符合的就是棒球队型 你就必须的鼓励他 让他去发挥自己的长处 那么对于这种确实有能力的人 你就是要给他巨额的奖励 明白吗 而像这个保洁公司啊 对啊 像这种公司 你是很难发挥出个人的极致的这种才能的 你也不要求你做的那么的极致 其实你就是一个螺丝钉的定位 在政府军队呢 也是他不培养你某一个专才 但是他是要全才的 他是要你能够在各个方面 其实你都懂的 并且你的资历和忠诚非常重要 所以说从大类上去划分啊 那我们在学习相关的这个 他的这个理论的时候 桑达菲尔德分出的这个组织文化的理论的时候 不是说一定把所有的企业都能在这四个维度下 能够对应进去 不是的 他只是说在这种相应的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在分析可以大概分出这四种类型 而有些企业他可能是介于 其中的某某两个之间的 模棱两可的中间 他没有什么 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文化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咱们有的在学习的时候 老师我想到一个什么什么起 他可能不属于这四个当中的任何一个 这种鲜明的特点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本身自身的组织文化就不鲜明 所以他在研究的时候 桑达菲尔德的研究是最鲜明的这四种特点的 会存在这些类型 你可能他想不出第五种 跟他们相这个相对应的 对吧 而具有显著特点想不出来了 大概只能分出这四类 那么第四个 就是堡垒型 堡垒型的话呢 他在早期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前面三种类型的任何一个 他有可能曾经是一个学院型 可能是棒球队型 那也可能是俱乐部型 但是现在呢 每个企业他都有自己的发展的生命周期 他走向了最终的 快不行的这个阶段了 衰退的这个阶段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下 他就变成了一个堡垒型 所以他针对的其实所有的 在衰退阶段的企业的这样一个组织文化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早眼于的公司的是生存 而不是发展 所以这个里边要注意哦 在选项当中啊 如果说他强调说早眼于公司的发展 那是错的 他现在想的就是生存 要活下去 所以他针对的是 员工的吸引的都是这种 这个比较喜欢流动的 对吧 因为他自身的安全保障部署 说不定哪天企业就不行了 发不出钱来了 所以喜欢流动的 而且喜欢一定挑战的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于这样的人具有吸引力 这是他四种企业类型 前面大概其实已经提到了 这里我在系统的去说一下 这四种类型 所对应的 公司的这个特点的举例 这是书上给我们的例子 在这个部分中 出题的话 一般他也是按照书上的原文去出 如果他真考你举例的内容 在过去 他大概率的举例 都是按照书上的这个原文来举例的 比如说他考过这个政府军队 考政府军队 那么他学院型对应的 像IBM 可口可乐 对吧 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保洁公司 这种企业呢 他都是自身啊 已经形成鲜明的这种特点了 已经在他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等等 这些方面已经非常规范了 所以他更多的他作为学员型 说我要去交给他 对吧 让他朝这个专业领域去学习 而作为俱乐部型的 像联邦快递公司 德尔塔航空公司 贝尔公司 对吧 这个电话电报公司 以及政府军队 他们的这种特点 他们这种特点 你发现他没有自己的核心的产品 他更多是做服务型的 对吧 做服务型的 中和型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更多的倾向就是员工你要有 因为他没办法去 在各种细分的专业领域里边去培养 足够专才的这种人才 所以他更多的培养的是什么呢 是通才的 注重的是经验资历的这种培养 那么再到棒球队形 像会计 律师事务所 投行 对吧 咨询公司 广告公司 以及软件开发生物研究等等 在这些里面 共同的特点就是 一个单个的个体 所能够对这个企业 起到的作用会非常巨大 所以这跟他们都不一样 你说保洁公司 即使走了一个CEO 其实都无所谓 你更别说一个员工了 对吧 他能起到的作用 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 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在堡垒型呢 像大型的零售店 零业产品 天然气啊 就这种资源型的 资源型都是你用点 少点 对吧 那大型零售业呢 是现在受到互联网的这种影响 所以这都是属于 这种衰退期的这种企业 来吧 咱们做题看一下啊 提整个表现出来的 还是非常简单的 纵视呢 创造发明的组织文化 既然创造发明 那么他对应的员工呢 就是喜欢的是什么样 冒险的 对吧 喜欢冒险的 喜欢创新的 所以这种冒险创新的 这种文化的类型 从他的翻译过来的 这种感觉上看 棒球队吗 多活泼呀 对吧 对应的是必选项 那你看到前面这一长串 就这个 这是原题啊 就这个题在过去 已经原题考了这么多次了 在20年就又考了一次 每隔个两三年就考一次 重视的员工的 适应忠诚感 以及承诺的组织文化 那这不就是通用性的人才吗 俱乐部型 对吧 你像教了投名状一样 这是俱乐部型 选择的是C 那政府和军队的 这种文化类型属于什么 政府和军队 它没有鲜明的这个特点 对吧 组织的 要说培养某 什么样的 这种专业的 或者这种产品的特点 所以它对应的 就是忠诚 政府军队是一定要有忠诚的 所以忠诚对的是什么 俱乐部制 选择的是A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组织文化和组织设计 在前面有一道题 说组织设计会影响 组织文化的形成 对吧 因为我们已经学完了 组织设计了 那你想在一个组织当中 如果说你的极权度 非常的高 然后呢 你的制度化要求 就是非常的多 设计的 企业的行为规范 对员工的这种规范 非常的详细 那么你们写 有可能是一个 特别的自由啊 开放啊 对吧 平等啊 合作啊 有可能形成 这样的组织氛围吗 很难 对吧 所以我说 在你设计这个组织 整个的这个架构的时候 那其实就会对你 后期组织所产生的 一个文化构成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知识点的内容 那作为组织设计 影响组织化的形成 在强调 等极致的组织结构 设计当中 很难形成 崇尚公平 自由参与的 这种组织文化 那我们再去考虑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教材当中 给我们引入了 这个七个方面 这七个方面 对于组织文化 产生的影响 但是其实不止 这七个方面 只是我们再总结下来 咱们重点去学习的 是这七个方面 那么如何进行 适合于文化发展的 组织设计 主要呢 表现在七个方面上 第一个就是组织的制度化 那组织的制度化程度 越高的话 组织文化就越倾向于严谨 因为你管的越细 对吧 控制的越严格 员工呢 他可以自由去发挥的 想象的这种空间 就会越少 如果企业 他鼓励创新 开放的组织文化 你就需要降低组织的 制度化程度 那么第二呢 在规范化 高度的规范化呢 也是不利于鼓励 这种创新多样化的 你要想鼓励 革新 创新 多样化 你就得降低 你的规范化程度 所以咱们在整个 这部分内容学习的时候 你不用每一段 每一段的去记 你可以把它 在组织文化上 其实整体 就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的组组织文化呢 就是偏传统的 严谨的 强调这种等级的 这是一类组织文化 另外一类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合作的 创新的 开放的 平等的 多样的 革新的 等等的 就是这一类的啊 我们说比较新型的 分成这两类 那么如果是传统的呢 这些方面都是要怎么样 去增加的 对吗 而那些新型的 你就全部是要降维的 这样去记就可以了 比如说往下 像这个管理层次 你如果是这种 传统型的组织 你这个层次可能就多 因为你要强调这种层次 强调等级 强调权威 但是你要是新型的组织呢 你要鼓励的是合作 创新 对吧 平等 那你就要去怎么样 去降维 层次也要变少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层次多 结构复杂的这种组织 是不利于培养员工的 自主性 以及呢 这个参与决策的 这种主动性 也就是独立决策性 层次越多的话 员工越不利于独立决策 这点怎么说呢 如果你的层次越多 你的权力 其实越向上集中的 员工 他更多的是一个执行层 如果你的层次啊 越扁平 相当于是你充分的放权了 当你越是充分放权 员工的自主权就会越多 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就会形成一个 自主决策的 这样一种文化 所以在管理层次 越少的情况下 组织结构越趋扁平化 它有利于上下级之间的沟通 较为灵活 开放 从而呢 会鼓励员工的自主决策 这是一点 这个是需要特殊的 你是记一下的 在层次上 它跟自主决策 有关联 再有 就是关于极权 当极权程度高 那么越不利于组织当中 形成民主 参与开放啊 这个这方面 以及自由的这种文化 所以前面的四个 它们其实是一类的 极权 层次 规范 制度 当你层次越多的时候 就当这些都是升 这个增加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 当这些全部降维的时候 是什么样 这是一样的 那么后面的三个呢 是比较这个特殊的 咱们需要单独的去看啊 当极权度低的组织呢 有利于培养平等 合作参与的文化 招聘 薪酬和绩效 这是剩下的三个 招聘呢 你要是想让 这个你们企业的员工 非常的多样 对吧 鼓励创新 鼓励不一样的 这种新的思想 那你就得怎么办 不断的去外面招新的人 对吧 你才能够让你企业 整个更加多样化 所以呢 员工的多样化程度 低 以内部招募呢 为主的这种组织 更倾向于拥有 强调稳定的 连续性的文化 因为它不会变嘛 对吧 就是这些人 那多样化程度高 以外部招聘为主的 这种组织呢 更加注重灵活呀 创新 因为它不断地会有 新鲜血液的这种流入 从绩效的角度 建立 合作的这种组织文化 强调呢 个人绩效的评估体系 是不适合的 那如果说 企业希望冒险 创新的组织文化 这个时候 你的绩效评估体系 就应该放在 评价创新的努力上 而不是呢 以成败论英雄 这样才不至于呢 去降低员工创新的 这样的一个热情 所以在绩效这部分 它其实 写的是比较片面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这个组织 它是一个合作的文化 你就不能强调 这个每一个人 个人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在拼自己的 个人的结果的话 对吧 你一个人结果也考核 你还怎么样 大家去合作呢 你要想强调合作 那你怎么办 你要更多的去注重 团体的绩效结果 对吧 大家通过合作 达到团体 共同的这个结果 包括鼓励创新 也是一样 你要想要创新 你就不能害怕失败 那你就看 它是不是创新的行为 对吧 而不是单纯的用结果 因为创新失败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你要鼓励创新的行为 在薪酬的层面 不同级别间 薪酬差异如果很大 也就是大家贫富 差距很大的话 你这边还跟我说 平等 对吧 那这个就是忽悠人了 所以呢 你就不能强调 从上平等 你要想从上平等 那大家的薪酬差距 其实就应该差不多 那如果说 你想要培养 合作氛围的组织 想要大家彼此合作 你就不能过分的 去强调薪酬的功能 也就是说 过分的以奖成 对吧 以个人的这种结果 给予高额的这种奖励 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突出的是 个人的英雄主义 而不是大家的这种合作 所以说 跟你想建立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 跟你在制度的设计层面上 无论是薪酬 绩效 招聘和你组织的 结构体系的设计 其实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有这七个方面 咱们一起做题 一会儿去看一下 那先去梳理一下 用这个表格 咱们去看 在组织文化的层面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分成这两大部分 一种呢 是相对来说 传统的 比如说 他所强调的是 严谨 这个强调等级 拥有稳定连续的 这种组织文化 而相对来说 新型的这就比较多了 创新的开放的多样 革新的灵活 自主参与决策 合作的平等的 等等 所有这些 这是我们所做的新型的 所以针对这些呢 前面的四个方面 就全部要降为 就是新型的 全部都要增加 增多啊 那这就是传统的 那么剩下的三个 招聘对应的外部和内部 对吧 新重呢 那你差别小 就是这种的 那这个在绩效体下 你评价创新的 对吧 评价创新的行为的 而不是去评价它的结果 强调等级的 好 那其实前面的那么七大段 最后梳理下来 其实就是这两部分 这个呈现的 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晰了 咱们一起做题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意思 它其实在考题当中 它是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给它合并成一个 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类别 然后去考你每一个层面 比如说 如果企业想构建一个 自由平等开放创新的组织文化 对吧 你还可以自己编 你可以往下写 平等的合作的都可以往里写 那可以采用的组织设计的手段 包括什么 我们来看 提升的组织的制度化和规范 想这些你都得降维 是吧 你想要的是平等 自由开放创新 那你就得降维 那减少管理层次 去区别停化 这个没问题 它是降维的 外部招聘 因为你想创新呀 你想创新就得从外部去招聘 这个新鲜的血液流入进来 强调等级的 你想要平等 你还能强调等级吗 不能 建立了不同 职位等级间 薪酬差异很大的 你不是想要平等吗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薪酬差异很大 这也排除掉 所以不需要去背 前面那种不用去背 你能够把它理解了 初体 基本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可以选择的 只有谁呢 B和C选项 还有这样的一个类型的题 它是一段一段的来写的 那么关于组织设计与组织文化之间 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越高 那么文化就越倾向于严谨 对啊 因为对大家管理的 其实就越严格 那强调 等级制度的组织设计 很难形成公平自由参与的组织文化 是啊 你强调等级了 还怎么公平自由参与呢 高度的规范化 有利于形成鼓励 多样革新的组织文化吗 不行 这得降维 那差别这个级别 差异很大的这种薪酬制度呢 适合于强调 等级的组织文化 不适合呢 这个崇尚平等的组织文化 没问题 那管理层次多 结构复杂的这种组织 有利于鼓励员工的独立决策吗 你想要员工独立决策 应该是什么 扁平化的层次越少的 越能够对员工充分的放权 才有利于去鼓励员工独立的决策 所以这里边让选择正确的是 A B D选项 那我们对于这一节内容呢 来做一个总结 组织文化 它虽然涵盖的内容很多 但其实呢 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无非就是这几个方面 关于概念影响因素和作用 咱们就作为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这些不需要专门的去记忆 那么需要去注意的是 组织文化的结构 组织文化有三个层次 它的物质层 制度层和精神层 分别它的关键的概念 以及这是外在的 对吧 这是外在的 这是里程 这是深层 那么它们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 用关键词给它们连接上 那关于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的类型的话呢 我们看包括有这四个类型 这四个类型是经常在考的 那类型里边每一个类型 你不用去专门说 这个四个类型都有什么 没有这样出题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类型里边 对应的关键点 适应的是什么类型的企业 这个是要求你 一一的能够去把它对应上的 那么在组织文化与组织设计里边 就是组织设计会对应 组织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它的形式 它的形式包括在 提醒在这七个方面 这七个方面的前四个 你是可以把它作为一类区的 去看的到底是升还是降 另外的三个呢 是比较特殊的 内部招聘还是外部招聘 对吧 体现出你企业到底是多样性的 还是要维持稳定的 那绩效的话 你到底想要合作的组织 平等的组织 鼓励创新的组织 还是什么样的 那薪酬也是一样 你要想平等 你就不能强调薪酬的功能性 对吧 你要想鼓励的合作 你也是不能过分的去强调功能性的意义 你就不能让贫富差距太大 好 那这是这个关于组织文化的内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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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